謝謝 那個魏老師然後國主任還有各位師兄師姐晚上好 好 那個記得在2016年的年初1月份的時候 那個台灣南部有一個霸王寒流還記得嗎 那時候導致全省的殯儀館都一跪難求 那時候我媽媽就是在那一天那1月底的時候 他就是進那個急診室 然後那時候就是因為他那個臉都發紫嘛 就呼吸不到空氣 然後他就交入病房住了一個月 然後前20天是全身麻醉就是昏迷不醒啦 然後後面10天清醒了 但是他完全沒有任何我們的人都認不出來 然後一個月的交入病房出來之後 他就轉到普通病房 他那時候已經會發出聲音了 然後醫生過來他的聲音不是講話 只是說有點有點這樣而已 然後醫生就是來用手指碰他的四肢 問他說如果有知覺的話 你眼睛要眨眼喔 結果一直碰一直碰一直碰 除了右手他有眨眼其他都沒有知覺 我那時候看了嚇死了 因為他說全身都沒有力氣啊 都還是我們要請他我給他翻身 然後氧氣罩鼻管胃管那個都有差 那時候是非常嚴重的 然後他普通病房住了一個月 他就去養護中心 他去養護中心的時候 之前就住了兩個月的醫院 然後他去養護中心住院的時間 他那時候沒有辦法行走 也沒辦法做養護 都還是躺平的 然後在去的那麼幾天的時候 忽然聽到有一個阿姨說 有長生血在樓下的公園 在免費幫病人做調整對不對 然後我就推他去 推了養護把他推下去 那時候推下去之後 很高興認識了蔡站長對不對 對蔡站長 然後蔡站長我就發現 他們就會每天幫他做兩個小時的調整 調整這樣調整 他那時候從四月份開始 這樣調整到現在 你知道現在幾個月了嗎 現在大概六個月的時間 然後他那時候從腳都沒有 還是沒有直覺那時候 慢慢的發現氧氣罩拿起來了 慢慢的鼻管胃管都慢慢的拿起來了 然後他在養護中心一個月之後 他就出院了 但是還是要推了 可是我發現 他本身繼續的學習初階班 還有中階班 然後現在也要參加高階班 因為我們不是當事者 但是我們最清楚 他本身覺得他說有效 他說非常有效 他說那個五叉五叉 請叫五叉 然後我就 我就 就是我只是 我是他孩子 我是他兒子嘛 我就是負責送他來上初階班 就是每次都是我來送他的 然後推他去醫院 推他去那個公園 然後我看他這樣 一天一天的進步 然後也看到許多的這個 這個長生學的師兄 來幫忙他免費的調整 我就覺得這個真的是 師姐 那個師兄師姐 我就非常的開心 然後那個 你知道他現在到底多健康了嗎 我再講一下 我爸爸在已經癱瘓 四十年了 四十年了 對對對 都是他在照顧的 然後他 在一兩個月前 他可以把爸爸 推到 抱到輪椅上 把他推推推推 推去復健 再把他推回來 然後我說 我又問他說 媽媽 有一天早上的時候 有一天早上給他去上班喔 看到他去上班 他就走出去 媽媽 媽媽 你怎麼可以帶管帳 他就說 他拿錯了 拿到雨傘 好好說 這樣沒關係嗎 他說沒關係 你就聽了聽了去 喔 喔 我覺得很神奇 然後我還記得 兩個禮拜前喔 我媽媽問我一個問題 那我很緊張 他說伸出他的右腳 鐵門鐵門 你看我的腳 夠萎縮 我就很緊張看一下 不萎縮 我就說媽媽沒有耶 他說 對啊 我也覺得沒有啊 他意思要告訴我說 那個那麼嚴重 可能他的那個四肢會萎縮 結果他就很開心的告訴我 我也沒有萎縮啊 就很開心 他現在非常的健康 然後我明年 有安排幾個旅遊 包括國外的 要大家出國玩 因為我覺得很開心 然後謝謝 產生學的師兄 師姐們給我媽媽 還有我們全家人 這麼多的幫助 所以說 從這個月開始 我每個月都會辦一堂的講座 大概兩個小時 裡面會有三個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請 產生學的一些師兄 師姐到裡面 幫我們宣導這個 很棒的一些理念 還有他的幫助 然後第二個部分 就是請警察 來這邊宣導半個小時的 那個詐騙 反詐騙的東西 我覺得都很有幫助 那還有一個部分是針對 就是孩子一定要孝順的觀念 不要讓我們真的成為孝順的最後一代 然後不孝順的第一代 我覺得有努力就能改變 對不對 好 謝謝 好 謝謝 要讓媽媽講幾句話 媽媽要不要講 來 媽媽要講那些 歡迎我 上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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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忙 調整 我每天都會去學習 要不要講 要不要講 她 現在我看到別人都唱 她很開心 對不對 從生就不再加 從生 大家給她掌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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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